哈囉各位姐妹和觀眾大家好 我是李維琳老師 那我們今天來的測驗題 我們的測驗題是要測的是 你在婚姻當中 你可能會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那我們這裡有四個字 就是深入淺出 然後用你的直覺去想一個 你喜歡的字 那我們選到的第一個是A的話 我們給他的答案就是養真儲優 那為什麼你選到這個生會養真儲優 因為選到他的人 基本上他的個性裡面是不喜歡太寒酸 然後他在朋友面前裡面 他不喜歡沒有辦法跟人家評比 他不是要用貴 可是他不喜歡不好 所以他生活品質上面 他有一定的要求度跟細膩 比如說他餐館 他可能不是要那種五星級六星級 甚至幾星的那種東西 可是他要的是一個乾淨俐落 有服務品質的地方 這是他的生活要求 那再來的話 你需要選到B 就是路 好 那我們給他的答案就是 中環西短 基本上你會選到他的人 你基本上在生活上面 你不喜歡太安靜 你喜歡熱鬧 喜歡分享 尤其你的聽覺跟嗅覺特別敏感 你周遭環境的人事物 你可能會特別有興趣 那你又喜歡分享 所以我給他是中環西短 雖然有一點點小到呱噪 可是很多的新聞是可以聽得到的 假如你是一個比較悶的人 你可以聽到很多的快樂的內容 甚至看到很多的秘辛在裡面 但是有時候就是 可能我們常講的 所謂八卦新聞會比較多一點點 所以當你在裡面的時候 你可能要去判讀真偽 不然的話你傳出來的話 很多時候會很麻煩 那再來是我們的淺 我們選到淺的人呢 我們給他的 本來就是論勞任怨 基本上這種人在婚姻裡面的話 他是屬於比較 怕別人講話的人 然後當然基隆裡面 他責任感也很強 可是因為他最主要是 怕別人講話 所以他寧可做到自己 很滿意或是別人滿意 但是他自己本身會不會抱怨 絕對會抱怨 只是說他礙於自己的職責 或是別人的看法 你應該 所以他很容易 因為應該這件事情 會做了很多不開心的事情 可是畢竟是責任 那就悶著做吧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我們的初步 我們給他的個性 是一神一鬼 那為什麼一神一鬼 因為這樣我們基本上 耳根是很軟 雖然他在意的是 我投入了我就會付出 可是因為他耳根是軟 所以他在環境裡面的資訊 會變得很異常敏感 很關鍵字 比如說他聽到最近 就是有什麼樣的東西 又有怎麼樣 他可能在老公的生活聲望 或是說老婆生活模式裡面 有類似的情況 他開始會對要入座 所以選到他的人 可能在生活上面的心態 可能要放了寬一點點 當然每個人都有他的記憲值 只要不要超過界限 是可以合理的去溝通 我覺得都不是問題 所以一些衣鬼其實可以少一點 leaflet 讓他多用餐 當時可見 在長期的時間 對他的環境 當時可以用餐廳 請藝術餐廳 請藝術餐廳